蔡元里一名男子不明原因倒卧在地 旁边几名消防人员在一旁急救 这里是苗栗县院里镇一处农地 地主是一名73岁老翁 23号下午已是因为失温倒卧在田梗当中 农地外还置放了一台四轮代步车 被民众发现后紧急报案 不过等待消防赶到时 老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消防只好就地进行急救 地点于苑里镇印斗山公墓旁的田地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为老翁欧卡 搞卧田中 立即给予AEDCDR等取机后 送往辖区责任任务最终 救护车同样到场待命赶紧将人送往医院 不过经过抢救后 老翁仍然宣告不治 家属放弃急救 而老翁的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出判无他杀嫌疑 不过是不是因为低温导致意外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